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增长飞轮 增长飞轮的这一趴 我相信大家对Amazon的增长飞轮 那个图都非常熟悉 但是对增长飞轮提出的背景 以及在这个背景 在飞轮的基础之上 如何衍生出创新的逻辑来 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们今天会重点在这两个视角上 做更多的内容的讲解 以让大家对增长飞轮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要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增长飞轮 我们就必须回到增长飞轮提出的背景 2022年不是一个好年 不管疫情也好 整体的经济也好 全球的金融的紧缩政策 商业的状态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Amazon都经历过 我们如果回顾历史 我们看历史上 人类所遭遇的这五次大的经济危机 从1929年杠杆风暴 到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到1999年到2001年之间 因为互联网创新创业 进而引发了泡沫 到2008年四代危机 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如果你回顾这历次的危机 大家有没有感知到说 今天我们遭遇的一切 跟哪一场危机是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的 非常有意思 我们发现今天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 跟2001年那一场互联网泡沫 在某些核心的成因上 是具有非常的同构性 但是今天的这场危机 又比2001年的那场互联网泡沫 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有新冠的问题 以及全球的政治局势的问题 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 2001年因为1995年互联网的崛起 迅速引发一片的创业的热潮 你看我们是不是也在前几年 遭遇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全国的创新创业的热潮 然后在当年的那场互联网上当中 互联网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高的估值 而今天的是科技股和消费股获得了高的估值 但同时呢 它们遭受到了美联储的紧缩政策 以及对以微软为代表的这种大企业的制裁和反垄断 其实这跟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是十分之类似的 美联储的加息可能要加息到明年年底 我们中美两国核心两个大国 都在对龙头企业关键的那些企业进行反垄断 所以这两次危机具有极其本质上的相似性 只不过是当年的互联网企业 换成了今天所谓的打引号的科技股企业 以及消费股企业 我之所以说打引号的科技股企业 是很多企业其实是披着科技的外衣 获得了一些高的估值 但本质上它真的很难称之为一个真正的高科技企业 所以在当年的那场危机当中互联网泡沫当中 Apple的股价从五美金跌到了一美金 它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Amazon的股价从107美金跌到了7美金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从107美金跌到了7美金 突然从一个明星企业变成了所谓的骗子企业 而纳斯达克的指数从5500点跌到了1100点 这是一个狂泄的一个状态 它用了15年的时间才恢复到了5500点 所以面临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 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也面临着Amazon 当时所面临的这种情况 可是在当年的这场泡沫当中 其实如果严格意义上我们来设定几个标准的话 我们发现其实只有一家企业真正是走出来的 如果我们设定几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第一个标准就是它活下来了生存下来了 第二个呢 其实它在这个危机当中呢 它反而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 它利用了这段时间建立了自己的系统 第三呢 它成长为今天的巨头企业 它是一个时代性的企业 第四呢 当年它是一个纯正的互联网企业 像苹果像微软 它还不算纯正的互联网企业 所以如果我们设定这几个标准的话 我们发现说 其实当年这场危机当中 生存下来的只有一家 就是Amazon 所以Amazon的学习这个案例的经验 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 面临我们今天这个经济的状况而言 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和学习意义的 那既然Amazon能够在这场危机当中生存下来 并成长为今天这个巨头型的企业 那我们接下来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贝佐斯的Amazon在这场危机当中到底做了什么 使得它能够生存下来 2001年的时候 从107美金跌到7美金实在不能跌的再跌了 公司也快没有钱了 贝佐斯呢 召集它整个核心的管理团队叫做S-Team 整个S-Team呢 要开几天的会议 讨论主题就一个 以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狂飙发展 我们用的都是资本的钱 我们可以不去管说我们怎么分配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钱了 我们的股价从107美金跌到7美金 那我们这些有限的资金如何分配 而有限的资金如何分配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关键的战略问题 你要把钱真正投在哪里 那是你的战略之关键所在 那整个S-Team呢 开了几天的会议 一直在各种头脑风暴提了一些举措出来 这其实有点非常类似刚刚我们讲的说 整个煎饼小组提出的华盛顿邮报的振兴计划 你看他们提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增加广告宣传投放力度 我们来得有更多流量 我们才能够升算下去 对不对 第二呢 我们要扩充业务团队和广告团队 来增加我们的业务的收入 第三呢 我们要收窄业务边界 我们是不是不再去做我们的万货帝国了 我们是不是只做书籍影视音乐 做一些影像的内容的产品就OK了 然后来控制我们的成本支出 甚至有很多人提出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多元化的投资 我们也去进入一些实体化的产业 来分散业务的风险 可是听了S-Team的所有的这些会议之后 贝佐斯讲了这么一句话说 你们提出了如此多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是很宝贵的建议 可是这些建议都没有真正围绕着价值 来进行思考和考量 所以也就是在S-Team会议 一筹莫展的时候 贝佐斯带着一些高管到外面的餐馆吃午餐 在午餐的间隙 随手在餐厅的餐间纸上 画下了这张Amazon的增长飞轮 这张图成为了整个Amazon建构商业系统的关键所在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张图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 Amazon内部给新员工进行培训的 关于增长飞轮的视频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新人 to competitors to sell right next to you 是我们在建设高货值的制作 所以,我们来越来越深入,我们来越来越多的购买 我们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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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较有工业 我们来越来越多的产品 我们来越来越多的价值 我们有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保持高货值,支付高货值 还是上市贷值 你都知道我们的年代 我们继续下了市值 这又将其成绩的货值 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 很重要的几点 大家都知道 Amazon说把增长放在首位 但其实Amazon所强调的增长 是基于价值的增长 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地 区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是价值增长 什么是运营增长 价值增长是基础 如果价值增长没跑通 而整个公司所有的资源和力量 全部放在了运营性的增长 去获取更多流量 去获取更多的广告和支持之上的时候 那个企业真正的内核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永远没有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贝佐斯在那个时刻 一个关键之决策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钱不够了 既然我们没有资本对我们广泛的支撑了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说 那我们不需要去为股价做更多的 非要负责任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 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增长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把有限的钱要投在价值增长里 甚至在后续的Amazon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们一直以来在内部有一个运动 叫做把手从增长飞轮上拿开 很多人会不自觉的 或者说是非常自然的 它已经形成了惯性的 我稍微我发现说投放一点流量 然后这个产品就能够迅速的有影响力 可是在Amazon 在价值增长没有跑通之前 绝对不允许上任何运营手段 要把你的手从增长飞轮上给我拿开 因为贝佐斯相信说 只有基于价值的这种运营的增长 才是真正的那种自然的增长 它是一种有机的系统 使得企业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循环 这是增长飞轮之核心的理念所在 而越是擅长运营的人 越无法让价值发挥 它本有的应该有的自然的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增长飞轮本身 大家知道对于Amazon来讲 最重要的几个价值之关键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有三个 因为它的使命是 我们致力成为世界上 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 而什么是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呢 要有无限选择权 要有更低的价格 要有更便捷的体验 但接下来 其实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就这个问题非常小 但是大家平时不会注意 但是有极其重要 在这三个不变的价值选择当中 无限选择权 更低的价格 便捷的体验 如果只选一个 那么Amazon的第一价值是什么 其实Amazon的第一价值是 无限选择权 所以你去看Amazon所有的自传也好 包括Amazon这个名字本身 亚马逊 世界上最大的河流 它的所有的网站的座右名 就是万货商店 万货帝国 这个世界上门类最齐群的网站 所以为什么一定是无限选择权 是那个第一价值 因为这里有足够多的所有的品类 在这里之后 你才能真正成为零售行业的 那个第一的入口 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Amazon跟玩具反抖城 当时Amazon想要进军玩具行业 那当时玩具行业最大的一个合作方 就是玩具反抖城 但是呢 当他跟玩具反抖城签署合作协议的时候 玩具反抖城坚持要求独家合作 也就是Amazon上你只能卖我反抖城的玩具 你不能卖其他的玩具 但是Amazon据理力争说 在我的客户的内心当中 无限选择权这一原则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尽管他们为了达成协议 最终签订了跟玩具反抖城的排他协议的条款 但是Amazon从签订合同的那一刻开始 就没有真正的遵循这个法律的合同 他们一直处于各种诉讼 各种会议 最终包括赔付了5000万美金的违约条款的费用 也许有人会觉得Amazon说 在法律的意识 在契约精神面前的有一些淡薄 但是我们要理解它背后 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那就是客户的无限选择权这一原则 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当我们看Amazon的发展历程的时候 其实从书籍开始到音乐和DVD 到玩具和电子产品 它是不断的将其的产品从标准化往飞标 从一个聚集性的集中化往常委来不断的挑战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越是飞标的产品 越是常委的产品 其在电商上配送也好 售卖也好 然后去呈现也好 它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不断挑战的过程当中 Amazon的能力不断在积累 不断在积累 不断在积累 所以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Burning Question 就是非常燃烧的问题 第一个Burning Question 就是如何才能是真正的万货帝国 你要让更多的企业在你上面 要让更多的第三方商家开放Marketplace 让第三方商家在这里售卖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三方商家都是那些所谓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撑着他们在电商上提供一个稳定的体验 Amazon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这些中小商家提供稳定的IT的体验 直到有一个东西出现 这个东西叫做虚拟化 其实就是Amazon的云服务 所以最早提出云其实是Google和Amazon Google的云是因为它有巨量的信息的承载 它要巨大的计算的能力 对于Amazon而言其实也是意味着同样的问题 我需要巨大的第三方的商家 需要巨量的货品的选择 我需要巨大的IT的存储的和计算的设施 以及中小商家的应用的场景 这是Amazon的云 那在万货帝国里 第二个Burning Question是 如果你有如此多的货品 万货 如何让用户轻松地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Google是无线信息 要让你一键出达 Amazon要做的是 你有无线选择权 但是我要让你非常精准 快速精确地找到 Amazon大家被忽略的一件事情是 它其实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搜索引擎 而且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产品的搜索引擎 所以你看 在无线选择权是它的第一价值 在第一价值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从根本上推动的Amazon 从零售到科技企业的转型 使它成为搜索和推荐 使它成为了稳定的IT服务与客户体验 诞生了云 这构成了它的第一圈的增长飞轮 那到了第二圈 我们要把这个网络效应给规模化 所以到了第二圈之后 贝佐斯曾经在2002年的 致股东信当中提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个特性 非常之让我们兴奋 但是知道的人很少 就是我们决心提供领先的客户体验 和尽可能低的价格 好像这个双重目标是自相矛盾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说 我们怎么能够在低价格的情形之下 然后给用户以高体验呢 除非只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情况 除非高体验的背后是低成本结构 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在构筑高体验的过程当中 但背后其实是低成本的结构呢 在Amazon的答案是 我们将所有的服务技术化 把客户体验的成本 从可变成本变成固定成本 这里可能稍微有点绕 就是我们是将所有的服务技术化 服务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服务是要一对一 要去沟通每一单 每一个事情都需要有可变成本 要有人力的投入 但是我们将所有的服务 把它变成技术的产品 这就会把客户体验的成本 从可变成本变成固定成本 所以这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将用技术解决服务问题 把可变成本变成固定成本 所以他们设计了非常多 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 甚至跟供应商讨价还价 都不需要人主动的去做沟通 他会实时的采集市场上的价格 你的销量所有的信息 形成一个价格的预测 并形成一个自动跟供应商 讨价还价的自动系统 包括品牌商的自助的促销的工具 产品需求的预测的系统 智能的客服 智能的仓储等等等等 一系列需要可变的 一对一的人工服务的高成本的结构 被转化成为用技术的方式 实现了固定的成本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Amazon的第二圈的飞轮的循环 用低成本的结构 为增长飞轮加上规模的杠杆 使得整体内圈的网络效应 能够以第二圈的规模化的状态 给呈现出来 那到了第三部分 2010年的时候 他们有了第三圈的规模效应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中圈的这个规模效应 是一个比较巧妙的规模效应 这个规模效应呢 能够帮助我们 把某些可变的东西 变成固定的东西 但是呢 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真正的 我们不断去投入 才能够实现规模效应的 在Amazon呢 他们把投入分为两大类 一类投入 就是中圈的那个巧妙的规模效应 第二类呢 是基础设施的投入 那是那些不可逆的 非常长期的巨大的投入 但是当你做了这些事情 今年累月之后 它能够给你带来 无比巨大的回报 我相信这一点上 大家都非常熟悉 Amazon所做的事情 它在物流设施上投入 在计算架构上的投入 在Amazon Go 那种快速配送上的投入 在Alex 在Echo 这种AI的技术上的投入 所以贝佐斯的那个商业哲学叫做 对未来的无限之执着 以原则和使命为出发点 区分两类决策 一类叫可逆的 一类叫不可逆的 这一点是我们在第四部分 用心选择那里会重点讲的内容 如果你发现某些东西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像物流这种 你只有积累的越多 投入的越多 它的规模效应 才会越大 并建立起这个行业的新的标准出来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这里下面的几张图 Amazon的营收 一直在不断的增长增长的过程当中 但是它的利润 也就是这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 因为它将更多的钱 投入到了计算的算力上 投入到了新的AI的技术上 投入到了Fulfillment 这些物流设施 Amazon Go 这些技术与物流相结合的手段之上 所以这是Amazon真正的那个增长飞轮 内圈以第一价值为核心 第一价值是无限选择权 因为有无限选择权 有更好的客户体验 所以会带来更多的买家 有了更多的买家 带来更多的卖家 卖家带来更多的无限选择权 形成一个良性的网络效应 为了让这个网络效应能够持续的 有规模的迅速的转动起来 我通过技术的方式把服务给产品化 把可变成本变为固定成本 这是中圈这种巧妙的规模效应 将网络效应来提速 那外圈的这种笨拙的 在物流技术上的投入 目的仍然是为了将 内圈的这个核心的网络效应 给真正的带动和激发起来 使得网络效应的速度 能够越转越快 使得无限选择 最低价格 便捷体验 这三个核心的价值 能够真正给逼到极致 而逼到极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刚才看到了说 Amazon的很多的创新的业务 也就真正的展现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 给大家演示一下说 Amazon整个业务创新 涌现的基本逻辑 从Amazon开始 从书店到万货 品类不断的扩张 紧接着为了做方便的事情 在物流设施上不断的投入 同时呢 线上回到线下 是因为我们面对越来越飞标 越来越常委的品类的时候 它必然是在线下的场景当中 第四步 就是当移动服务坑道 为代表所诞生的移动服务 使得整体企业进入到了 内容生态和移动设备的状态 第五步是从品质服务 Prime会员 它要来区分说 哪些是对于时间弹性 要求敏感度更高的那些用户 对那些时间敏感度价格敏感度不高的用户而言 他们对于品质的要求会更高 所以有了Prime会员 而Prime会员也成为了整个内容生态的核心之关键 在追求万货生态的过程当中诞生了云服务 包括在整个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购物的过程当中 诞生了语音交互的 今天我们知道的占据了整个市场35%以上的Echo的AI 所以有了设备 有了内容生态 就是很多产品 像云的AI的这些产品 无法解释其动机 公司提出一个创意 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过程 并非凭借意识的灵感 它是在追寻基础价值的过程当中 要去看说 现在这个环境下 什么样的方案能够更好地帮助我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催生出来一些新的创意 贝佐斯曾经回顾说 其实很多他的业务 后来涌现出来这些业务 其实他也都没有考虑到 在Amazon你不会发现说 某个什么灵光一现的那种顿悟时刻 突然说别人看不到 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点 从最初提出那种让人燃烧的问题 到最终方案的确立 其实每条道路我们都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Amazon的增长飞轮 最初的概念来自吉姆克林斯 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小的视频 这段视频是吉姆克林斯在 从优秀到卓越当中 对增长飞轮的这个长期的建设过程 这个价值的创造过程 一个非常经典的讲解 所以Amazon的增长飞轮呢 很多人都在学 它的方法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大多数人都学不会 因为它的初期效果不明显 因为你看到利润的提升 各项销售的提升 好像不如老办法 简单有效直接 但更重要的是 其实大多数公司缺乏像Amazon一样 数十年的坚持不懈 把无限选择前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 能够做到极致的那种恒心跟勇气 所以在Amazon增长飞轮这个部分 我们很重要的是看到说 在面对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那一个时刻 贝佐斯对于整体商业的思考到底是什么 它对于价值增长和运营增长的理解到底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围绕着基础的价值 围绕着三个价值当中的那个第一价值 去建构出有规模的网络效应 内圈建网络效应 外圈建规模效应 使得网络效应能够规模化赚得更快 对于Amazon而言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既要规模又要灵活 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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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